Hello, my friends, how are you? 我跟你們說點東西 這次呢,蠻重要的 將來呢,我們吃的東西 你們說,周圍都打仗了 一批一批,喝點水了 基本上現在這個時間 真的很想等死的了 只不過,為什麼我這樣告訴你們呢? 等死呢? 一到不如,我們要找方法 過一天,得一天 如果,你現在好像 譬如說,米、糧食可能找不到 焦糖很麻煩 米啊,生的蟲啊,焗鳥啊 什麼什麼東西都有 你們都要吃的,都只割了嘛 就變成呢,都只割了 變成那個鈴呢,就消化功能 已經沒有辦法了 所以變成呢,我最正找到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呢,我就問一個劉靈渣 那個劉靈渣,整身比他 一百多歲的,太過身了了 我就問他,即是我覺得劉靈渣呢 老一輩的人呢,都比較很多 good idea啊,他的經驗啊 還有他的方法,是蠻豐用的 所以變成呢,你看 本來,那個電腦裡面呢 Facebook呢,很多人叫我們用香啊 什麼花椒啊,我剪刀放下去 沒有用,很多焗鳥在裡面呢 因為我沒有煮嘛 他生了焗鳥出來 刀鳥我也覺得很浪費嘛 本來我放一包,總之很多很多 甚至少了很多啦 那後來我就問那個婆 不要這麼多年了 這種是沒有用的,沒有用的 真的沒有用的 什麼花椒啊,什麼什麼是沒有用的 唉,不要妨礙你們的視線了,拿走了 那為什麼呢,我找那個婆婆 那婆婆就說 我說,婆婆,用什麼 治個骨尿最後呢 因為我覺得你婆婆的經驗呢 因為她的樓呢 上一臂的人呢,真的 的經驗啊,還有很多東西 是最,那個樓是最厲害的 真的,真的問得對啦 玩著玩著,完全沒有招過人的 真的沒有招過人的 我今天去洗一口啦 就是 木炭啦 那為什麼我 那婆婆說得對呢 因為木炭呢 是產生那種一粒的 很一粒的 一粒的東西 所以當我放進去 在油放進去的時候 你自己說,用鋁的包 因為 骨尿啊,用鋁的包 你再呢 這個鋁的包你再呢 我來最麵 我來最麵 最厚啦 這個時候 你餐那麼夠呢 好像冰醋那麼漂亮 你不可能 買個冰醋來將麵了嘛 冰醋 剩很多很多菜的東西 那些東西中央嘛 對不對 所以變成呢 剛才我把你 到處都打仗了 連出什麼都沒有 又都切不出口了 所以我都有心理準備了 好 我教一下你們 用什麼花椒啊 什麼什麼 是不鮮的 什麼微粒也不鮮的 我就是 當年我找到一個阿婆 我覺得她的經驗很 就是 我很相信這阿婆 她們的知識真的很豐富 因為她們 一袋蠢 一袋蠢出來 因為之前過節 不會發達嘛 所以她們應該找最後的方法 來處理她的東西 就是木炭 為什麼我覺得那個果實得對呢 因為木炭呢 它產生一種熱力 熱熱的 燒燒的 所以變成呢 當你過的時候呢 那個包是涼涼的 讓它 不要其他福料最容易 最容易生產 還有 木炭是熱的 所以它受不了了 它不算熱嘛 不算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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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炭都 哇 又木炭了 受不了了 所以 人的東西 可以包住 你 放得很難用 你說你沒有氣氣 沒關係 你死沙就沒有了 好過 很多焗尿嘛 或者沙子都不夠 多焗尿的話 好想我命運 現在 我沒有真正嘗試 但是我現在都歧視了 今天放一塊炭在裡面 真的 我當 我真的覺得 我沒有後悔 可能這個經驗 沒有幾多個人 懂得懂 所以我很巧合 我覺得 木炭已經在我心裡 嗯 好想 做一個方法解決它 你真正 無緣無故 給我 找到阿婆 我好相信 那阿婆的經驗 因為那些阿婆 他們當年 自身年代的時候 沒有釘 沒有什麼什麼 那些 一袋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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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令到他們 做某樣東西都很成功 所以 你別說 阿婆的經驗 真的蠻好用的 所以今天 你知道 吃菊尿 吃掉菊尿了 就是用 黑色的菊尿 就是用糖 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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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用鋁包 來裝 這樣 它就 減少很多 但是我可以看到 一次聽 我 拍了 給你們看 一下 你繼續放一點 就可以了 希望你們 成功 喜好 你們對比 衣衫 究竟用那種 花椒 白椒 頭 或者用這種 你自己 吃過 拆過 你人 就吃了那種感覺 所以 它 嘿嘿 沒關係 你可以洗三十公斤 的嘛 糖 不可以 不怕 吃掉 吃不吃壞的身體 嗯 這樣 OK 拜拜